《菩提》是印度文Body的中文译译。 它的意思是觉悟,是指人忽如睡醒, 离苦得乐,回归祥和的心境。 方莲尼斯于1935年,在冰岛弘扬佛法时, 她就以菩提这两个字当作她的道场的名字。 其实这个名字很奇怪,菩提学院。 一般上它建的是一个女众的道场, 那么女众的道场怎么会称为学院呢? 这个就跟我们说明了,方莲法师是一个很有眼见的一位法师。 她在那个时候,她就了解说佛教不能够停留在拜拜的阶段。 她要办教育,所以这个道场就命名为菩提学院。 很可惜的就是这个道场建立了不久之后,她就往生了。 菩提四孝的建立最大的功劳要归陈宽宗。 幻仲姑呢,她有心要办学的时候呢,就请了慈航法师来当导师。 法师呢就很高兴说,要办的话呢就黄龙叔。 所以这个慈航大师呢就出面请黄龙叔。 黄龙叔就把这个里面呢介绍给这个胡文虎。 胡文虎先生就即刻答应,独自建这个菩提学院的大雄宝殿, 还有菩提小学,还有宿舍。 那么我跟妹妹都是在宿舍都住过的。 我很幸运,因为我被安排在陈孝英校长亲自教导的特别班。 我对于她那种教学的那种认真投入是非常非常的感动。 毕业学生要出来了的时候,接下去就是要当中学了。 所以宽宗姑他们呢,跟黄龙叔他们这批人呢就想要办中学。 那个时候,又碰到这个法房法师来呢, 他们就抓着这个机会,就请法房法师说,来当他们的导师。 法房法师呢,她就很高兴,知道说, 这几个女众豪杰呢,好厉害喔,她很想帮她们。 然后她就说,万一我不能够来嘛。 在澳门那边呢,有一个年轻有为的足摩法师。 那时候,菩提学院同仁呢,就到了这个澳门去历导她。 那个时候,年轻有为的足摩法师呢,就担任了这个菩提学院的导师。 我是在求学时期那时候的校长,是布勤系校长。 她是一个平时无华的女人。 她走路很平稳,那么讲话态度也很诚恳。 但是她就有那种威严,来射受我们这些学生。 我们看见她,其实都不肯做怪啊。 我觉得整间学校的校风,非常的好。 市长也是很用心地教导我们。 所以我们在布地中学,都觉得非常的快乐。 62年的时候,董事会呢,他们决定接受政府的整贴。 接受整贴的就叫做国民型中学。 董事部呢,还要保留一个叫做肚立中学。 那么两间中学呢,当然就是合用同一个校舍。 这些设备。 空间都有限。 对两间中学的发展,有受到这个限制。 到后来呢,因为整个冰岛的这个发展, 就已经移到这个南区了。 因为这边有一个高科技的工业园。 很多的这些华小学生就增加了。 以前他们要上中学,继续念这个中文的话呢, 是非常辛苦的。 我就跟当时已经担任董事长的陈火源先生深谈。 经过了好几年的讨论, 终于在2006年呢, 他自己同意,同时也说服了董事部。 那么所以这个全校的这个工作, 就积极地展开。 菩提学校,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统, 就是有佛学的课程。 我们就在这个两间的这个中学开始, 就以一个叫做不知识善法, 一个很生活化的这个方式呢, 来取代以前比较传统的一些中学的佛学课程。 能够把这个复制十三法, 在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上去应用的话呢, 它就一生受用无穷。 那么复制十三法所教的东西呢, 都是很基本的做人道理, 在生活中也能够实践的。 我们也希望说藉此呢, 种下这个向善向上的学佛的种子。 那么学生也因为有这些东西, 在好像在指引着他们。 所以他们学生呢, 也比较乖巧听话。 佛学,种下这个对佛法有深意见的人, 我认识这一个基础, 让我以后也有现在出了家。 也是应该那时候的, 一个好的菩提种子吧。 我有这个因缘, 能够认识和接触王农苏校长, 还有助魔上人, 对我的孩子们, 还有对我的孩子们的教育, 也非常地很大的影响。 我是对菩提的将来, 寄以厚望的。 所以我相信, 菩提树呢, 一定会继续地开发结果。 我们不可以忘记, 当初创办人的意愿, 就是要栽培佛教的人才。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栽培佛教的人才的话, 我们就不会担心, 以后没有接班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